今天做一個芙蓉蝦 主要材料是海蝦 雞蛋 就要它的蛋白 然後用點青紅椒配一下 下面開始操作 先把蝦仁剝出來 去頭去尾的 一顆二片 把水分吸乾 加一點鹽 少許糖 胡椒粉 好 好 在裏面它不會粘連 只要蛋清蛋黃可以留著 然後往裏面加點生粉 加個一勺左右 半勺 半勺 不要一勺 加一點牛奶 然後進行攪打 打起來還是要打得慢一點 也不要打出泡來 這個涼油 低油溫 如果低油溫高了這個蛋白 它會燒上起泡和老掉它 快點 還要加上 好 還要加上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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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着急慢慢来 这样做出来的腐胸才嫩 而且要马上它成型了 马上把它给铲掉 不容易浇 油温都要低 这样炸出来才嫩 虾不要炸得太酥 看上去有八分熟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等会还要经过一次烧 把油给它洗掉 这要用热水 不要用凉水 用凉水,油是洗不掉的 好了,切一点青红椒 蒸饰 盐煮 铁肉 放入铁肉 铁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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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 鸡蛋 爆香 一包 放入去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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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上去淋油